这是刚刚十几个小时出来的消息 美国制裁中国的芯片制造商中心国际 这个实际上呢 他现在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行动 他只是有一个 就说你所有的这个美国的Cocom Intel 这些等等等等 这些芯片制造商 你要出口到中国之前的 首先要在我这个联邦政府那里获得一个许可 不然那就不要出口 他肯定是有有制裁这个方向 但是他应该是局部制裁 例如这个这个什么发射基站 通讯基站的他的芯片不卖给你 但他只卖给手机 那进一步升级的话 就例如小米啊等等这些 也会被也会被涉及 手机手机芯片他也不出口给你嘛 他这个还看到一个这个啊 推特的这个炸的报恩 他是一个分析师吧 这个这个投资金融界的分析师 这商业行为可能会切断中国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中心国际 以关键的美国软件 软件和芯片制造商设备的联系 美国更是将或将因此需要获得此类产品出口到中心国际的许可证 是吧 所以他肯定是说有一个限制 你出口到底中心 你要从我这里拿到一个许可才行 就由政府主导 由美国政府主导 这威胁 他也是说威胁嘛 他也没有一个实际的行动 现在也没有一个实际的行动 美国政府制裁中国芯片制造商中心国际 Yahoo Yahoo来了 以军事使用风险为由 收紧最中心国际制造商的中心国际出口 那我认为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什么小米啊 这些港股或者是美国的股票 凡是由于关于芯片制造的这些 越微小的这些呢 他越麻烦 例如这个手机 例如这个耳机 那这个小鹏 小鹏汽车最近也来美国上市了吗 我认为这个不需要这么恐恐慌 因为他肯定是有有目的有有出口的 他只是老美只是不想要我们要5G而已 我觉得是这样啊 我觉得总体的感觉这样 他也没有一个说收紧的 他没有一个说这个真的是这个确定 那我已经宣布了没有官宣 现在没有官方的宣布 好 好 感谢观看